Hello,大家好, 这个星期要跟大家讲讲共产风的现代版, 什麽是共产风的现代版呢?大家看看,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大家拍了手掌,做什麽? 原来大家的潜台词就是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慢慢發展到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为什麽我忽然间又讲共产风现代版呢? 两个新闻很有关係, 尤其是其中一个是与香港有关的, 第一个新闻就是在山西的平遥古城, 忽然间下了个命令, 将很多民房是私有的民房, 全部现在要拿回来贵宫。 大家就说,这样不就是强强? 第二个新闻与香港有关的, 就是刚刚中共发了一个对民营企业统战的文章, 或者一个文件出了来, 习近平裡面有讲话, 裡面的对象就包括香港澳门的商人, 你在大陆投资, 你就被纳入这个范围裡面了, 就是要求他们做明白人, 什麽叫明白人? 明白人就是你要明白党的要求, 听党说话,跟党走, 跟着还有一句潜台词, 因为它裡面就是希望你们跟党的指示做事, 其中一句就是党要钱时, 你快快吐,即是吐些钱出来。 第一句就是它讲的, 第二句就是很多人听完它的文件内容之后, 就自己领会到了,加上去的。 今天跟大家讲这两个新闻, 大家就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民营企业在官方鼓励的时候, 就可以顺风顺水,当官方需要钱的时候, 它又不够的时候, 马上就想到在民间裡面开刀了。 首先讲山西的平遥古城, 其实那裡很多的民房, 尤其是现在涉及到那裡都不少, 一、二百户的。 原来它们在五十年代的下半期, 即是五十年代的下半部, 那时候刚刚共产党执政没多久呢? 就不够钱了,跟着就是要共产了。 当时的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用一种所谓的熟买的方法, 政府说我不是抢你的, 我是给钱买你的。 但是这个熟买的价钱由谁定的呢? 就是由官方定的,是吧? 官方一元、两元、十元、一万, 买了你整个企业, 或者你整个民房, 当时这个就叫做共产风了。 我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 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人, 即是荣智健的爸爸, 他那时候在上海,很大生意。 结果一共产风来到的时候, 你一是你就听话, 如果不是,你便会变成街下囚。 结果他很听话,支持国家, 于是将那些产业全部在熟买政策之下, 由国家来取代。 到后来他有行运, 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 但是很多当时的民营资本家, 有些觉得我只要保护自己的私产, 于是共产党便令到他倾家荡产。 所以,这种做法在山西的平遥古城, 当时很多民房被人征用, 当时官方说我征用不是我要的, 我是将它被贫民住的, 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中间后来发生很多事, 就是你多少屋是被那些官员霸佔了? 没得统计的,是吧? 你究竟是拿了这些真是被贫民使用, 还是你官员使用呢? 这些他就不讲的。 经过后来,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跟着改革开放, 官方觉得是要靠民间的力量来推动经济, 所以在80年代开始, 很多这些民房归回原来的拥有者, 在广东,那时候香港很多居民, 原本在广东地方有楼, 结果被人共产之后, 到80年代之后, 就是这些楼、屋慢慢慢慢归还给原居民。 但是后来又发觉一样东西, 为什麽他那时候将那些楼归还呢? 当然你说他知错能改, 将一些抢夺了的民产给人, 但是后来发觉原来还有一条尾巴 或者潜台池在那裡,做什麽呢? 就是你占用了别人的楼, 那裡大大话话都二三十年了, 结果那些楼是腐烂残旧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官方又没有钱去维修, 于是我给你了, 给你之后你自己去维修。 当时因为大家在80年代觉得是第二次解放, 即是1949年是政权上面的解放, 80年代是思想上面的解放, 觉得第二春,政治第二春来了。 所以大家很投入、很支持, 于是拿回那些屋之后, 就是维修、更新、重建等等。 在这个平遥古城, 当时就是房产交给原来的居民或者后人, 于是大家便投资下去, 尤其是那是一个古城后来发展到旅游区, 所以大家投放下去的资金都不少了。 怎料到最近这几年裡面, 全中国的经济是高速增长之后就开始下滑, 这个已经是从数字上面可以看到的了。 在今年第一季度,尤其是疫情出现了之后, 大家看看官方的数字, 第一季度的经济GDP下跌了是百分之六点几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六点八。 好了,第一季度, 噗声跌了,跟着抗疫, 跟着就是想办法, 你说去撑经济也好,督数也好, 第二季度的经济是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二的, 但是按今年上半年都是跌的, 第三季的数字就未出, 因为现在仍然是九月底, 九月中、九月底就要下十月才出到的数字, 但是总体来讲,大家已经计了数了, 如果你要全年的GDP能够补到所谓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六的区间裡面的增长, 你下半年,即是由六月到十二月的GDP增长, 你差不多要百分之八,可不可能呢? 变成这裡出现个问题, 变成了很多地方官开始在民间裡面想办法去夺资产, 但是他们又不可以硬硬来的, 于是用各种名堂, 现在平遥古城用那个名堂非常低劣的, 名堂是怎样呢? 原来他们说八十年代按照那个政策, 将那些民房交给原居民, 他们说这个政策当时是执行错误的, 你自己定的政策,现在你说执行错误? 他现在就说有偏差, 所以就将那时八十年代的政策取消, 你不是真的认得你讲吗? 你的龙门搬来搬去, 適合你用的时候, 这个龙门就在这个位置, 当你不够钱的时候, 你要抢回民房的时候, 一般的龙门又不同了, 所以这个事情引到当地很多居民很激烈反抗, 因为你抢回人家的钱, 跟着这件事件在全国范围裡面引起很大的讨论, 因为在山西做到, 别的地方会不会又重养照板煮碗呢? 所以这裡引伸到我接着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跟香港很有关係的,就是什麽呢? 就是刚刚出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讲究竟现在对民营企业, 这个统战政策是怎样的。 好,我用它文件的内容来跟大家讲, 它当然很政治性的, 里面讲到,这个我们真的很入脑的, 它里面讲现在的文件是要引导民营企业的人士, 用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做什麽?没有装自己的头脑, 我一听到这些名词, 我马上就好像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前期那样, 为什麽呢?当时我们小孩的时候教导我们,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一模一样,现在武装头脑, 习近平用这个词出来。 好了,文件裡面还讲什麽呢? 它说要这样,指导民营企业人士,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在政治上要做一个明白人。 这个明白人这个词以前是没有的, 是今次裡面一声就弹出来的。 具体是讲什麽呢? 具体是没有具体的, 它一定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大拇指一颗下来, 要你们大家按它的需要,按它的解释来做的。 其中很清楚了,它裡面讲到就是说, 要听党的说话跟党走。 你听党的说话跟党走? 还有,还讲到明如果是有些民营企业主, 如果它条件符合的, 就要将它纳入党裡面。 大家一听到这些情况, 马上就想起大概是九十年代到十几年前了。 胡锦涛的年代, 其实是承接着江泽民那时候, 对民营企业主的统战工作, 当时也有文件出过的, 我们这类人又不是单单讲历史, 但是可以引股、铐金。 就是怎样呢? 当时的文件裡面就讲, 有六大类的人士是被列入新的统战对象, 有六大类。 其中一类就是民营企业主, 即是说你做到出色的, 你开始有你自己的经济王国等等, 共产党就怕你会不会财大气粗, 富可敌国。 于是就要开始来做这个收编工作了。 大家很熟悉马云, 马云做到生意都很大了, 算是首富了。 结果共产党说, 你做得那么好,你太厉害了,入党。 于是在2014年,马云就入了党了。 但是它那时候是不公开的, 因为它那时候还要去美国上市, 记住,要去美国上市。 于是这个党员的身份就是没有曝光, 美国就看看可以了, 你有民营企业主。 结果马云都跟美国很多政要一起拍照, 大家做老友, 好像跟特朗普拍照,做个朋友。 当时马云还答应, 就是怎样呢? 将它在大陆的生意, 其中有些模式搬过美国, 最低限度可以帮助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于是拍手掌, 赌欢迎,怎样做那麽多一百万个就业机会呢? 马云说很简单而已。 你看,我在大陆淘宝或者速递送货, 要很多人。 你现在美国经济又不行了, 你那裡失业问题又大了, 我就是用这种模式帮你创造就业。 当时特朗普执政之后觉得好,好,来吧,来吧。 怎料到后来2018年, 什麽事啊? 中共去表彰有贡献的人, 哪些人有贡献,他便选了。 凡这些表彰的名单, 一定是各个领域都选一些典型人物出来的。 好了,选到民营企业主的时候, 就选了马云。 于是2018年就公布马云对党国有贡献, 介绍它的背景的时候, 政治那个成份那一栏, 就写中国共产党党员。 咯?那你不是自己爆了它的身份出来? 所以美国又, 原来它是没有公开或者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了, 于是就开始去整马云的生意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就是自己作业了。 好了,现在那个要求, 对港商的要求, 即是这个统战政策的要求, 讲到明是港澳商人在大陆有投资那些, 全部是受这个统战工作的指引所涵括在内的。 那裡面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大家有没有發觉? 它裡面没有包括台湾的商人的, 台商在大陆投资那些暂时未包括下去的, 为什麽? 这裡就很说明一件事了, 原来香港商人已经是由当年的黄花归女, 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三等公民的黄面婆了。 这个没有贬义的, 我讲黄面婆这件事,不是贬低女性, 而是在共产党的概念裡面, 你的利用价值是视乎怎麽变, 你利用价值高的时候,你便是黄花归女, 你的利用价值低的时候便是黄面婆, 我马上举例,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因为大陆说我改革,改革, 没有人相信你, 于是港商说反正我这麽近, 我又有些资本,我又爱国的, 回去投资,于是那时候港商是成为了天资娇女, 差不多你要怎样投资,那些地是很便宜的, 从一个角度来讲,港商就是开荒牛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喝了头淡汤, 大家那时候两情相悦, 大家一拍即合,OK。 跟着试了一轮,当年的中国的确都可以有很多改革, 尤其是经济上的改革, 有4个经济特区, 跟着发展到35个大中城市, 又由14个沿海城市开放到内陆35个大中城市, 跟着台商又来了, 台商一来到大陆之后, 因为台商整体的容量比香港大, 还有一件事, 当时台湾是大陆的首要统战对象, 它的价值一定是比港商大的, 所以台商变了一等公民, 港商变了二等公民,是吧? 大家看看,共产主义是非常功利的, 跟着外资又进来, 你知道外资进来的多数是大型和国际性的, 有影响的, 于是北京的政策开始, 原来外商才是一等公民,台商变成二等公民了, 跟着就是港商三等公民了, 到近期,二十多年前,回归了之后, 回归初过六年,港商还是比较得重的, 所谓得重不是压得你那麽紧, 但是回归了六年,就是2003年开始, 上面觉得,第一,你已经成为我狼中物了, 我探浪取物,欲取欲愧,你能够呜得, 你能够反抗吗? 于是由那时候开始, 对港商和港府要配合大陆的经济政策, 开始由那时候出现了, 由大概是2005年开始, 我们上去採访, 香港,很多港商在国内经营的时候, 都开始發觉一样东西, 原来广东方面, 它基于它自己本身的利益和需要, 这个不怪人的, 每个地方都讲自己的政绩, 于是它们不断發展, 它们急起直追, 你看看深圳它真的追得很好的, 我过去都讲过很多香港当时的官员, 怎样闭肘自珍,怎样做了龟套赛跑的大懒套, 国内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候来讲, 国内很多官员的鼻子就开始向天了, 直接讲香港我们要学的东西差不多了吧? 如果香港翌日能够配合国内, 尤其是广东的發展, 好啦,受你玩啦, 如果不是呢?对不起啦,打着拎尘鲁州, 大家另起路做, 这个就是国内的心态, 所以大家看现在香港官员, 香港的厂商在上面, 其实是受气的, 香港官员更加自己拿来的, 应该有两制的保护它又不做, 把两制双手奉送,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抵骂了。 好了,讲回经济那部份, 所以现在就是香港政府的经济策划等等, 没有办法保留香港原来的特色, 以至的实力, 于是便逐步向大陆的经济靠拢, 好了,现在国内出这个对民营企业主的统战文件, 就是将港澳商人纳了下去, 台湾暂时不纳, 因为为什麽如果你将台商纳了下去呢? 即是叫台商回到台湾更加抗拒统一, 现在大陆利用这批在大陆投资的台商, 希望它起一些作用, 回到去就是搞到, 即是希望它们搞到蔡英文、 民进党不要再继续执政了, 捧回国民党上去, 这个是有它的政治考虑, 所以现在暂时不将台商纳入统战的范围裡面, 不过如果看实在一点来讲, 其实港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我不举太长远的例子, 国内它经常讲眼前利益, 不讲当时港商怎麽帮助它起家。 我讲近年,2018年, 在2018年裡面,单单一年裡面, 香港人的资金回大陆, 你说开企业、开厂, 或者其他公司等等, 已经是接近4万间, 即是都数字不少, 涉及的资金有多少呢? 大概是有7千亿港元, 这个是港元来的, 一年而已,2018而已,是不是? 而这个7千亿的钱,港元这个钱, 是占了2018年进入大陆的外资, 是占了, 中国的比例很有趣, 66.6%,真是六六不尽, 三三不尽,六六无穷。 好了,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积累了那麽多年了, 因为初时都不多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多了。 好了,积累到现在, 港商在大陆的投资, 如果你说这个积累的, 大概已经是45万7千家的行业, 即是那个单位、机构, 涉及的钱已经是有8万5千亿港元, 这个都是港元来的, 是占了中国的外来投资54%。 大家可以看看, 较早时候以前的重庆市市长王其凡, 他也公开了一个数字, 就是由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裡面, 中国吸收的外资有百分之六十几, 接近七十的全部经香港的, 包括香港自己本身的投资, 你说港商是否很整体来讲, 是否对中国的外来投资很重要, 是吧? 但是现在它就开始要将港资在大陆的发展, 开始要你听话,为何会忽然间出现过这样的统战政策呢? 我想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香港近几年来很不听话, 在他眼中会不会有一些工商界去支持了一些反政府的力量等等, 这些全部是他自己的心魔来的, 他又不讲有多少大工商界支持政府, 这些他又不讲,是吧? 所以这个形成了他一个心魔, 令到他真是用一个惯性思维, 你不听话我就要供你的产, 或者我要控制住你的资金投向, 这个就是从政治角度去想的。 第二个就是现在全国都在在衰财, 我刚才举那个山西平遥古城的例子, 就是冰山一角来的, 政府不够钱就会向民间去量子, 这个大财团它自己赚少一点, 于是就想到向平民老百姓开刀了, 由加价加租等等, 这是一个惯性。 现在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预期了港商在大陆的投资, 或者你开企业, 你真是猜不到他跟着会做什麽的。 这个就是中国体制裡面的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就令到香港人, 以至令到很多外商都很担心了, 这个不确定性, 过去大家就怕在政治上, 你不知何时搬龙门, 连港府官员都不知道你是想怎样的, 最典型的就是聂德权, 聂德权去修改那个民棋20,应该22条, 你搬来搬去,他已经努力去适应了, 但是你都不够上面搬龙门搬得那麽快, 所以他到后来被上面视为工作不力, 于是顿冬孤, 后来讲了,到最后都是平调, 不再是内地事务局,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一下就转了去公务员事务局等等。 所以,现在大家过去担心的, 就是政治上它就是摇摇摆摆, 即是北京按它的政治需要来做事, 原来现在不止, 是经济上它都按它的需要, 要香港、港商做明白人, 明白人他现在讲,政治上要跟党走, 但是按50年代的共产风, 按现在内地出现的各种向民间争夺资产, 我都不再讲前几年开始的国进民退了, 即是国有资产不断去占领赚钱的行业, 原本这些行业就是民营企业耕运出来的, 结果现在都国进民退了, 是吧?我都没有讲那麽多了, 结果现在很多港商开始想, 你裡面讲这个统战文件裡面讲, 听党的话跟党走, 跟着他们自己加一句, 就是说党要钱是快快吐, 即是吐回来, 现在你死不死, 一点就落了搭了, 难道你又走出来? 这一件事就是北京它违今我所用的一个政策的体现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摆一些事实出来, 大家现在可以做到什麽呢? 我不懂得做生意,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做到什麽, 我只能够跟大家讲的, 就是大家透过它的政策和它的行为表现, 来首先多一些认清楚这些官方的行为, 我经常讲它不断想在香港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 我就说国家行为往往是一个最好的教育, 你现在的国家行为是在伤害人民利益的, 你不断讲习思想, 你不断讲官方的英明神武, 有什麽用呢?起不了效果的,是吧? 所以我今天讲的事没有结论的, 让大家自己来下结论了,是吧? 所以到时到后下一波会怎样呢?我不知道, 只不过是说大家做好自己的保障工作, 如果不是,到时到后就真是只能够同哭一声而已,是吧? 好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内容,拜拜